Mia Select Q1 Hi 大家 我是Mi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Mia Select Q1 然後 今天有準備了10種 我第一季的最愛給你們 然後我會不分種類的去推薦 先從吃的開始 穿味的麻辣拌醬 首先因為我不吃辣 我也不太愛吃辣 那我當初會喜歡上這個是 因為小禮盒要送人 然後我就問那邊的小姐說 那你有推薦的嗎 或者是大家回購率還蠻高的東西 然後她就說 這個拌醬在他們那邊買的還蠻好的 我其實買了兩罐 我來自己試 另外一罐我是買苦瓜油 南瓜籽醬 然後她說那可以是拌麵 或是煮意大利麵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拌在麵上面會蠻好吃的 但跟這個相比 我真的覺得這個好吃很多 那個不會不好吃 可是我覺得這個太強了 因為首先我不吃辣 我會喜歡是因為它的麻辣的味道很香 像我現在無論是燙菜 或者是煮蔬菜麵 就是那種乾麵 我就直接拌這個 我就是我有什麼都不吃別的 我就拌這個 像那個南瓜醬 我就比較少用 我現在還是會用啦 因為要把它用完 然後這個你看我就只是 我就已經用到一半了 重點是它是素食的 所以你是吃荤的 或是吃素的都可以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我先拿去冰 這個是彭玉191的果乾 但你知道蜜餡那種東西 對身體不是很好 吃蜜餡吃到一定會過量的人 我是可以一天把半包蜜餡都吃完的那種 我真的挺不下來 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 我就退一步 我就想說沒關係 那我吃果乾好了 果乾應該會好一點吧 我就上蝦皮找 蝦皮這個還蠻多人買的 然後他們家的包裝是這樣 紅綠的 然後他們家好像賣得很好的 是紅心芭樂乾跟燕朝芭樂乾 就是芭樂乾他們家是賣最好的 然後他們的紅心芭樂乾是最多人買的 就是看它的那個訂購量 真的有紅心芭樂的味道 跟真的有燕朝芭樂的味道 你如果有吃過的話 你會感受得到它那個香氣還在 就是它好像真的就是用好的東西在做 然後那天 因為我要買了嘛 我就順便問我男朋友說 那你有沒有要別的 他就說 我說有橘子乾 他說好啊那就橘子乾 結果他那天就說 他覺得橘子乾是最好吃的 我覺得有點嚇到 因為他是很少吃零食的人 他沒有像蜜餞那麼 那麼 那麼 口味那麼重 可是我覺得對我現在來講 我好像還蠻能接受的 因為 它的香氣在 就是很像 你在吃新鮮水果的感覺 但是又很像你在吃蜜餞 所以 這個我現在還蠻愛吃的 我好像 我 我月初才買的 欸我 這好像是上個禮拜才拿到的吧 現在都已經快被我們兩個吃 吃著剩這樣 然後 橘子乾 我那時候有一點擔心 因為橘子曬乾之後 感覺就是會變很小 可是他還蠻大片的 就是 他應該是用那種大的橘子去做的 就是他都是蠻大片的 這是兩片 就還蠻喜歡的 所以 覺得 可以推薦給你們 但家裡都會有 會有燕麥奶嗎 家裡現在都不會有牛奶了 有時候早上我們會比較懶得煮 然後 優格上面我們會在家賣片 這樣子 然後前陣子我們是買貴格的 然後 我這次就想說 我想要試試看無膚子的看看 然後我就買了米森的 無膚子有機也沒麥片 因為我很喜歡吃 梅類的東西 少量的有機玉米脆片 跟 呃 有機葡萄 有機藍莓 跟有機蔓越莓的果乾在裡面 最近有在吃麥片的 可以試試看吃這個 我覺得吃這個 嗯 他蠻沒有負擔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 在上午的時候 我有錄過一次 用大漿的相機錄 然後 看 完全沒有對到我的臉 整個影片都是糊的 所以這是我錄的第二次 我有推薦吃這個 但被我吃完了 這個是C的餅乾 它是印尼的餅乾 我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買到 然後我超喜歡 然後 之後就買不到了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那天去佳樂福看 我又看到 然後我又買 它有三個口味 然後我是買 我第一次買起司 然後 吃了之後 發現跟以前的味道好像不一樣 然後就試了第二次 我就想要再試一次 就是 我就買炭烤了 然後炭烤是最好吃的 我覺得 然後它還有一個是巧克力的口味 以前會吃那個小 是小叮噹嗎 小叮噹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棒的餅乾 你如果喜歡的話 你應該會很喜歡這個 因為 口感很接近 然後 就是很好吃 然後 真的被我吃完了 我買了一套 綿麻的套裝 然後它會送來是 他們有他們 Logo的防塵套 衣服的質量真的還蠻好的 他們家是 我現在覺得 他們家的形象照 然後跟 款式都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比較少見 不會撞衫的品牌 我買這件皮外套 然後我非常喜歡 然後它是墨綠色的 比 比螢幕的顏色再深一點點 但它穿起來還蠻挺的 然後我也蠻喜歡的 它是比較帥的 這樣 然後我覺得 顏色跟版型 我都還蠻喜歡 重點是我那時候 是想要找短板的外套 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然後看到這一件 就覺得 還蠻少見的 然後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淺的 象牙色 然後一個就是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特別 我就比較喜歡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很多細節 都做得還蠻好的 我覺得這大小剛剛好 因為我沒有這個大小的包包 然後質感 我覺得1300質感這樣還蠻好的 然後就可以裝 一個錢包 化妝包拿起來 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會有一個小夾層 小小的 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重點是它後面這一塊 延伸 會有一點點設計感的感覺 然後現在目前用起來 我覺得大小剛剛好 這兩間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我買了紅的一個項鍊 然後 其實 我覺得質感很好 它會有一些小細節在裡面 然後 它是有重量的 所以不會看起來很廉價 你知道有一些很廉價的筋 你一摸你就會覺得 嗯 這個不行 但這一條我覺得 我還蠻滿意的 會附一個它們的logo在外面 因為我們家現在都是用Asob的洗澡 然後我們都是買天竹葵的身體潔膚露 這個已經用了大概四五罐吧 然後這個我要趕快拿去回收 現在疫情的關係嘛 家裡的洗手術用非常快 我那天去試洗 因為我先去買嘛 然後試洗的時候 它跟我說這裡面有 它有一點去角質的感覺 就是它裡面有顆粒在裡面 但我又覺得這種感覺 洗的時候就是會很乾啊 可是它洗起來感覺就是很舒服 我不會講 就是如果大家現在有要找洗手露的 真的可以去買他們家的洗手露 而且很香 你會享受洗手的感覺 我現在就還蠻喜歡洗手的 因為這一罐 這個其實是我昨天才用的 LABUKE的泡澡的 它叫淨化浴鹽 我以前比較常用的就是唇浴鹽 跟那個叫什麼 日本很多味道的那種浴鹽 發現其實這種天然的浴鹽對身體的皮膚啦 皮膚的感覺會比較好 其實醫生跟我說我的皮膚不太能泡澡跟泡溫泉 昨天就是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就先去泡澡 我不知道是因為味道還是什麼 就是真的有放鬆 然後滿舒服的感覺 然後它的乾燥花還滿多的 所以你其實在泡澡的時候 你可以聞到就是很像泡在花浴裡面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的花是有金斬花 柑橘跟天竺葵 那其實裡面還有薄荷在裡面 所以它會有一種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薄荷 所以我昨天泡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比較舒服放鬆的感覺吧 這個我覺得 而且一罐950我覺得還OK 這個可以 而且泡起來很漂亮 心情會很好 我要先說他們的護手霜非常紅 我比較會流手汗還是怎樣 我覺得它有點吸不進去的感覺 或者是太油 但有些人又很適合 所以我就對他們品牌就覺得 可能不太適合我 那天我用到這個 它是防護乳 然後它有兩種 一種是噴霧型的 然後這個的話它是乳狀型的 然後它是有一點半透明的感覺 半透明的 它的防護是防3C跟空氣污染 那跟一般的防護乳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它的防護效果是比較像是 我那天去運動 然後我那天不想要上任何的東西 我連防曬都不想擦 運動完 臉上的感覺都會很油膩 我不太喜歡 但又覺得好像要上一個防護的在臉上 所以我就上了這個 然後上完之後 剛上去它會有一種很水的感覺 然後收乾之後會很舒服 它就是會有一層保護的感覺在上面 但又不會緊繃 然後收乾之後也會涼涼的 重點是運動完之後我覺得很舒服 就是不會再有那種油膩感 運動完還蠻舒服的 然後運動前它也有上 然後它是油性肌膚 然後它上了它也覺得還蠻舒服的 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就是不會有黏膩感很舒服 它會有一種水感 然後皮膚會很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像你剛洗完臉 然後剛擦完化妝水的那種感覺 最近去運動或是爬山的話 我應該就會喜歡這個 產品資訊我都會放在下面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你們覺得更好的東西 要分享給大家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給我 或是給其他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Bye Bye